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讲 点椰手的画法 先把树干 用点 点线 断一断的给它 先勾起来 树根 简单的勾一下 树枝 树干部分 我们可以简单的 撑一下 也可以不存 初学者 对村树干 有难题的话 可以不存 树干的画法有很多种 我们 在这里呢 就简单的说这一种 可以存 也可以不存 然后在点椰树 像 我现在画的这种 点椰树呢 相对来说 对于墨色的控制 要好一些 要控制好墨色 原则上我们在 初点这一块 我们 能放松一些 但到后期 后面我们要 加强到 点的透视效果的时候 那一定要 有所顾忌 现在 可以 无所顾忌 在大致的 形体范围 我们可以 无所顾忌啊 不要 顾忌太多 自当的 调整一下墨色 这种点椰树 对初学者来说 是 非常有利的 只要大致上能够控制住 你笔上的 墨色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 有太多的技巧 树干 树枝部分 先勾出来 在树干上 可以自当的 存 也可以不存 那 大比方说 我现在 再画一颗 后面 这种树可以 单刻的画 也可以 几颗树在一起 都干 可以存 也可以不存 那么 这就不存了 需要 注意的就是我们 画树枝的时候 这笔条一定要干脆利落 所以 我们在 初学的时候 一定要 对没有把握的 这种 笔法 多练几遍 多练几遍以后 是大的就可以控制一些 那么像 这棵树呢 我们是在后面 所以 相应的墨色 可以淡一些 也不能太淡 太淡的话 和 前面的 层次 就差别太大了 自当的 控制好我们的墨色 这呢 两颗锁门 基本上就 完成了 而且还有 相应的 这大效果 说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需要 有一些 景物的配置 啊 山水画 一直以来 千百年来 就是画石头 我们弄一条 小的路 石头的 沟 村 一定要 把基础打扎死 否则我们 传统绘画就白练了 一变存 两变存 反复的存 到最后的突然 我们现在处理一下原景 差不多 我们就可以了 这种原生的 突然 这叫突然 以图代人 也不需要 那么细 但是一定要有效果 我们有路 就得要建筑 若是给人找的 无论是远方的路 还是回家的路 都是一样的 这种 体色的话呢 非常简单 有一点点技术 就可以 你就把 这几个数 我们把点叶数 给它练起来 基本上也就算是 整幅画的基本 所要的 九要数 都在了 我们 前面是先勾 树 树干 我们这个地方呢 先点一下树叶 然后把 树干部分 融入在 点叶树 里面去 我们 练习的话呢 是在 像这样的点叶树 3到6个小时 我们为 以1个小时为单位 把树 树干 整棵树 分成树干 树枝 树叶 在这种树里面 树根可以忽略 底下不要 树根 树根我们后面 专门的 在 画树 这一块 到后期 我们来 专门讲解 树根的事情 这样呢 我们也弄一个 简单的落款 归图 就两个字 这样呢 我们整个画面 就结束了 一条路 简单的 石板路 在散布上 我们简单的勾勒一下 这是个配图 主图的话 我们是 两颗点叶树 一颗在前面 一颗在后面 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 它的质量关系 第一个是树干 我们这个要练习的主要内容 树干 每一颗我们画树的时候 都要练习树干的问题 树干和树枝 树根 在这里 暂时可以忽略了 我们在画两颗树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的这档关系 前树跟后树之间的 相互的 承让 后树要承让前树 我们在 色彩的 默色的 搭配上 我们一定要注意 该留白的地方要留白 其他的 我们是 配件 整个图适合初学者 来练习的 这种图的话 非常简单 10分钟 每一个图 练习 完毕的话 书练以后 组织每幅画 10分钟都要不了 我们以10分钟为单位 可以分解下来练 先把数 点页数 这两颗点页数 一起练 那么30坡 这一块呢 我们是 每一个画面上 都会有的 所以每一个画面 每一张画 都要练习 30坡数得够 纯 小小建筑式配图 这一节考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